在公元前117年,也就是袁寿六年,大司马大将军冠军侯获去病轰逝,十年23岁。 关于他的死因流传较广的说法主要有三种,病死在匈奴染上瘟疫、退隐,但这三种说法都是经不住推敲的。 首先,史书中从未见获去病身体有何不适的记载, 而且与获去病同一时期的史学家司马迁,关于此事的记载也颇值得玩味。 他在史记中只用了一个足字来写获去病之死, 却详细记载了汉武帝为获去病举行圣大葬礼的全过程。 以其写史的态度,这只能解释为他根本就不知道获去病的死因, 也就是说官方有意隐瞒或者封锁了消息。 至于病死之说,只怕司马迁本人也是不相信的, 所以才没有将这种说法写在史记中。 其次,获去病之死是在元寿六年, 而漠北大战是在元寿四年。 到底什么样的瘟疫能有这么长的潜伏期呢? 如果是死于瘟疫, 那么沾染上瘟疫的人自然不可能是获去病一人。 但是史书中并没有将士因为瘟疫大面积死亡的记载。 最后,漠北大战后,汉兄双方均受损伤。 匈奴前史和亲,汉朝派使者与匈奴谈条件。 可匈奴不仅不接受汉方的条件,反倒扣留使者。 于是武帝决定再一次发动对凶战争。 在这个时候,三军主将获去病退隐, 无异于拿军国大事,荡而戏。 而通过对从漠北之战到获去病死时的两年中发生的几件大事的分析, 就会发现获去病之死另有隐情。 这期间发生的事主要有以下三件。 第一件事,汉武帝尊货意味。 自获去病受封冠军侯起, 汉武帝便开始有意无意地在军中培养获去病, 同时打压卫清的地位。 汉武帝的这种行为在漠北大战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根据史记记载,在汉武帝的战略决策中, 迎战匈奴大蝉鱼的任务原本是落在获去病身上的。 只是阴差阳错, 大蝉鱼却与西出定乡的卫清军团遭遇了。 一番恶战之后,匈奴败退。 之后,东出带军的票旗将军获去病追往主北, 才创下不适之功。 在战后的封赏上, 汉武帝尊货义卫的意图越来越明显, 跟随获去病出征的将士大多都得以封侯, 而大将军魏清不得加封, 君族皆无封侯者。 作为汉武帝朝最杰出的军事将领, 魏清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且魏清为人, 千功有礼, 温和大度, 重情重义, 众人都乐于听命于他。 那么, 汉武帝为何要借助扶植获去病来打压魏清呢? 因为魏清身居高位, 姐姐是皇后, 外甥是太子, 妻子是长公主。 这些人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 尽管魏清本人一直谨小慎微, 但是其集团的势力实在庞大。 所以, 汉武帝必须想办法来抑制卫世集团的势力, 这个办法就是尊货义卫。 而汉武帝之所以能够放心地扶植获去病的势力, 是因为获去病的性格。 根据史书记载, 获去病为人, 少言不屑, 有气感认, 并且不热衷于政治活动, 因此他的周围不可能形成一个利益群体。 也就对汉武帝构不成政治上的威胁。 获去病虽然与魏清家族有亲缘, 但是他不能代表卫世集团的利益。 相反, 他的异军突起, 还会威胁到魏清的地位。 卫世集团的既得利益者们绝对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 他们自然会拼尽全力保住魏清, 同时也是为了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 第二件事, 获去病射杀李广之子李感。 墨北之战后, 李广自杀。 李氏族人都认为是魏清从中捣鬼, 是以大多心有不分。 李感怒而击伤魏清, 但魏清事后并没有声张, 而是将此事隐瞒起来。 一年后在甘泉公围猎之时, 获去病得知此事, 怒不可遏, 射杀李感。 这件事情疑点重重。 李感打伤魏清是在袁寿四年春, 而获去病射杀李感是在次年秋。 这中间的一年多里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 被很多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在袁寿五年三月, 李广从帝, 丞相李蔡因侵占杨陵土地下狱, 畏罪自杀。 李蔡为什么要冒天大的风险 去侵夺先皇的目的呢? 要知道那可是死罪。 不久, 李蔡被告发, 皇帝派人去查, 但还没有等到查出结果, 李蔡就自杀了。 仅仅过了不到半年时间, 就发生了获去病射杀李感之事。 从此, 李家势力被连根拔去。 只是获去病射杀李感的地点 是在甘泉宫, 甚至可以说是当着汉武帝的面。 他为什么偏偏挑中这么一个 对自己有百害而无一例的地点呢? 所以完全可以排除蓄意谋杀的可能性。 而应该是突发事件, 有人故意将此事泄露给获去病。 以获去病雷厉风行的性子 和对魏清复杂的情感, 当然会立刻取了李感的性命, 而不顾忌是在什么地方。 而这一切都与魏氏集团有关。 李广自杀, 李氏族人认定了是魏清害死李广, 江河日下且正被皇帝逐渐冷落的魏氏集团, 不可能坦然面对一个 对他们怀恨在心的李氏高官。 所以又只使人陷害李蔡。 李蔡死后, 继任的丞相是太子少妇, 根正苗红的太子党。 李蔡, 李感一死, 李家就再也不会有人向魏清寻仇。 霍去病也在五帝心中留下不良印象。 朝臣对霍去病也必然会新增反感, 可谓一时三秒。 第三件事, 请立三皇子事件。 在袁寿六年四月, 尤霍去病挑头, 满朝文武官员上书奏请五帝, 策立刘红、 刘弹, 刘须三位皇子为王。 五帝迫于压力, 实施策立。 这件事表面上看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但背后依然涉及到魏氏集团的利益。 这三位皇子都是急受五帝喜爱的。 而太子刘具生性人数温锦, 不是狠得雄才大略的五帝的喜欢。 况且当时魏子夫年老色衰, 难以得到五帝的宠幸。 这一切都让魏氏集团的成员们感受到了威胁。 所以策立三位皇子, 表面上看是对三位皇子有利, 但实际上最大的获役者却是太子刘具。 霍去病当时虽然官居大司马大将军, 但他在朝政上并没有太大的作为。 请立三位皇子事件是史书上 关于他参与朝政为数不多的记载。 所以问题就出现了。 平时不常参与朝政的霍去病, 为什么要参与这件事情, 而且还是挑头人呢? 霍去病是一个重情的人。 墨北之战后, 由于汉武帝刻意地尊货意味, 卫氏集团的权力受到了威胁, 对霍去病也疏远了许多, 这让霍去病感觉到了亲情的缺失。 这时如果有一件事, 可以改变他和卫氏集团的关系, 而且是他力所能及的, 他是断然不会拒绝的。 以上一连串的政治事件都牵涉到了卫氏集团, 那么究竟是谁一手策划了这一切呢? 按说, 卫氏应该是这个集团中最为重要的人物, 是这个集团的核心, 但是这一系列的事件应该不是卫氏一手策划的, 除非他多年来一直表现出来的宽人大度都是伪装, 自然也不该是皇后卫子夫, 他也是身不由己, 太子刘俊当时年幼, 更不可能, 那么卫氏集团中谁还能有这样的手段呢? 答案是, 唯有平阳公主, 论身份, 他是武帝的亲姐姐, 魏氢的妻子, 史书中对他的能力虽然记载不多, 但仅从他把魏子夫献给汉武帝, 委身下架, 曾经的仆人大将军魏氢这两件事上, 就可以看出他的权谋手段。 以平阳公主对权谋的热衷, 他绝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都脱离他的控制。 所以, 当霍去病对魏氢的势力造成极大威胁的时候, 最想要霍去病死的, 一定是最不希望这一切发生的平阳公主, 而且, 她也完全有能力有手段, 让霍去病死去。 由于个人的出身和经历, 霍去病存在着一些先天缺陷, 那就是寡言, 心高气傲, 这样性格的人, 是不会有什么朋友的。 她的手下又大多是匈奴降将, 跟着他只是为了功名利禄, 不可能有什么感情。 而漠北大战之后, 卫氏集团跟霍去病的矛盾也激化了, 几乎没有亲情可言。 这样一个缺乏情感, 孤独的人, 很容易走向极端, 如果这一点被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 诱导之下, 霍去病很有可能会走向极端, 甚至是选择自杀。 而且, 从霍去病死后, 汉武帝虽然悲痛, 但并没有迁怒于旁人的态度来看, 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